杨茜茜 其实一提到偶练就会想到椅子吗 刚开始还有梅子排位 座位 总会想到这个 所以我画的那把椅子 是我心中的那一把椅子 第五位的练习生 朱正廷 我也不知道下一次需要多大的游戏 我感觉就是 红色是个可以表达挺多情绪的东西 像草一样 就拼命地生长 就是想要做好自己 每方面都想展现 但我不知道怎么做自己是好的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我 年轻中还蛮低的时候 对 就是 要去做选择 就刚从那边淘汰 然后 又走同样的路 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走出来了 然后 然后 椅子对我的音音还是挺大的 就是 并不是那么 所有人所认为的美好的会议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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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